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這邊有個綜合練習題 教師研習時數統計 他的邏輯非常簡單 就第一個是總表 這個學校有大概20位老師 那這個是研習時數我要統計 那研習總共會有第一次是入門 那第二次的話你按把它拖拉過來 按Ctrl鍵 複製一個 他說請你再複製第二次 也許你有第二次有第三次 我們大概這個題目大家就練習兩次 第一次是入門 第二次是進階 所以你把這個地方改成進階 你就自己再把那個名稱改一下 這個進階的話呢 他就是會有就是 改一下 那你也可以在第三個 裡面特別注意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哪兩個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 所以第一個跟最後一個把它刪掉 然後呢 這個進階的時數呢 全部改為兩個小時 全部都兩個小時就對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向下填滿 那編號的話呢 自動填滿 也就是你大概輸入1 然後 然後底下的話按Ctrl鍵 這個應該都知道 按Ctrl鍵 然後呢 空點往下填滿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數字填完畢了 這個地方2不用按Ctrl鍵 直接向下填滿 它會自動全部複製一樣的資料進來 OK 好 那也就是說呢 有兩次一次是入門 一次是進階 那這個是總表 那我們需要做什麼呢 就是去統計 這個老師一直到最下面這個老師 他們每一個人在這兩次 每次演習裡面參加的時數各是多少 那如果你不知道用好的方法的話 恐怕你就是用土法煉綱 如果當然你工作表越多 可能很多 那你怎麼辦 你可能要一個人慢慢看 那真的應該會非常的頭痛 所以 比如說王慶路 這邊有沒有 沒有 那也許你原來是這樣 輸入0 對不對 理事員 切過來 1.5 切過來 沒有 那就是1.5 是不是 OK 那這樣子應該會做非常久 如果資料量更多的話 所以要怎麼做比較快呢 其實這也是跨工作表 兩個工作表 OK 那當然 你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三米符 OK 那三米符要怎麼加重 OK 這個 不過三米符是跨了工作表 也就是三米符的那個範圍部分 也要牽涉到跨工作表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優標放這邊 插入函數裡面呢 一樣用剛剛講到的那個三米符 所以往下找到那個三米符的函數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根據我們剛剛的說 Range指的就是你要判斷的那個範圍 那你要判斷的範圍 是在第二個工作表 裡面的這個範圍 裡面有沒有那個人 所以請你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選完畢之後呢 請你喔 特別注意喔 點中間的這個 criteria 它會自動幫你切回到第一個工作表 因為我的公司是放這裡嘛 所以你點它會回來 那你的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去找王慶祿 對不對 再來的話你要加總的這個時數在哪裡呢 還是在第二個工作表 在哪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 OK 好 那最後呢 要再切回到原來的工作表 我建議你再移動到中間 點一下 它又回來了 你會發現喔 上面跟下面都 前面多一個序值2 驚嘆號 表示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那我們把範圍 不過等一下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向下填滿 所以向下填滿 那這個列號會增加 所以怎麼辦呢 選它 按F4 那我建議是按兩下 按一下按兩下 因為只是列號要鎖定 這邊也是一樣 按F3 F4 1 2 2 OK 再移到中間 好 做完了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統計出 就是說老師 在那個什麼呢 第一次研習的時候 參加的時數各位多少 一下子就統計出來了 OK 但是呢 你想說那第二次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嘛 因為我第一次做完之後 那我第二次的公式 基本上呢 跟第一次應該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差別在哪裡呢 複製一下 貼過來 有哪裡 中間加個什麼 加號 加 那你想說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 工作表名稱把它改成什麼 3 1 2 2變3 所以工作表名稱換到第三個 再來呢 還有什麼呢 就是我的範圍少了兩個人 所以呢 你就把16減掉2嘛 那你就14 這邊改成14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做完一個 後面貼上 中間加個加號 你就有第二次 研習的那個 時數了 打勾 那因為這 王清路都沒有參加 所以零 往下填滿 放開 這樣子的話呢 全部的人應該都全部加過來了 齁 我想應該沒有問題啦 你不然你可以去後面找找看齁 這個應該兩個都有參加 兩次 如果第二個 不要就是 不要讓他選 比如說 就是範圍一樣用大的範圍 對 然後可能抓到空 空的地方這樣會不會 不會 這個不會影響 所以剛剛那個第二段的那個 算是 其實他那個 後面那個14 如果不要改 比如說如果不改 你說那個列是不是 對對對 欸不改的話 欸 抓到那個空白 是沒有錯 就是說 如果你不改 他應該 不會有錯誤才對 但是問題是 以那個什麼 你在做事情的那個 精準度啦 當然有的時候 你可以 你可以大 但是不能小 OK 可是問題 你給他大 有的時候你 我自己的習慣 我會覺得 渾身 我會覺得 就是不對勁 就覺得 可以啦 可是問題 就是好像不行這樣做 就好像就是要精確啦 我不知道 可能問到每個人怎麼想 有時候可能 但是他是允許 所以你的想法是OK的啦 是沒有問題 但是以那個 吹毛求疵的個性來說 這個當然也是不太 所以這OK 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 當然如果說你將來 還要有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就是一直往後加啦 不過我是覺得 這是一個方案 可是應該也不是最好的方案 因為畢竟 這樣的方法 其實還是不是很聰明 但也更聰明的方法 不過在你 沒有更好的方案的前提底下 這個應該算是 目前比較好的方法 不過你可以先試試看 然後後面當然他有一個題目要求 就是說 如果你要保護工作表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希望 將來這個東西 也許你會公佈 然後公佈到網方上面 但是可能是開放的 可能有些人 有些人就會去修改 要不然就是說 他會看到你的公式 所以呢 如果你有這個需求 是第一個 你希望這個範圍 的公式不要讓人家看到 隱藏起來 第二個需求是 其他地方的資料 也許都可以修改 只有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是不能夠修改的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呢 首先的話 如果你要做那個保護資料的話 一 你可以看到啦 這邊有教育有沒有 保護工作 不過你如果按下去的話 它是全部保護喔 那如果我今天只是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要保護的話 怎麼做 一全選工作表 全選之後 先確定一鍵是按右鍵喔 儲存個格式裡面 先全選保護一下 你會發現喔 它預設應該是全部都鎖定 所以呢 你鎖定的意思就是說呢 全部的工作表都會被保護起來 所以呢 如果我只需要什麼 只保護的範圍是 在 研習總時速這個範圍 那我就先把 整個工作表的保護喔 先鎖定這部分先取消掉 也就是說我現在其他都不鎖了喔 也不隱藏 按確定 先把它取消掉 第二個動作呢 再把這個範圍 再做一次按右鍵 出這個格式喔 只有這一個範圍做鎖定 只有這個範圍做隱藏 那隱藏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隱藏公式啦 OK 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呢 去做保護工作表 那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不加密碼的話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效果會不會出來 一公式不見了 二假設這個老師他要修改這個資料 你就輸入個誤好了 你會發現喔 欸 您變更的儲存格已經被 這個範圍已經被保護 無法變更對不對 那不過呢 可能那個老師應該會知道說 你可能在哪邊保護 所以呢 取消工作表 他就取消 欸又出來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啦 保護工作表喔 如果你要避免 你只做一半喔 還是要記得 輸入什麼呢 輸入密碼 因為你輸入密碼之後喔 將來他要 把那個保護的部分取消的話 他會跳出密碼 所以你必須要有個密碼 他才能夠去做修改 不過一樣喔 這個密碼也不能忘記 因為忘記 也沒有人會知道怎麼解了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就 就 無解了 不過之前就有同學 就是遇到類似的問題 有密碼 但是 他又希望恢復喔 他有做了一個方法 就是說呢 把這個檔案 直接 上傳到Google四串表 然後記得喔 轉換成Google四串表 再下載下來 這個保護就消失了 如果將來你忘了密碼啦 你如果想要解開保護的話 可以這樣做啦 把這個檔案喔 上傳到Google的四串表 不過特別之間 那個上傳的時候 要轉換為Google的四串表格式喔 因為轉換的時候 因為Google四串表上面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轉換 所以下載的時候 這個保護呢 也就消失了 這個你可以試試看啦 這個我想延伸性的 因為之前剛好有同學 跟我講了這個方法 他說他試了之後 我發現就不見了 提供給我 所以我要分享給各位 OK來試一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剛剛主要就是 1 先把序則2按Ctrl鍵 複製一個 然後這邊改進階啦 這個邏輯應該很簡單 把第一個跟最後一個老師刪掉 研習時數都變成兩個小時 2的話就是因為有兩次嘛 那我需要把它加總起來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會需要 就是 在 做那個 用三米符的方法 這位做到三米符 記得就是點完之後 再回到中間 他就會自動幫你再切回到序則1 這個地方也許你不熟練 你要記得 你盡量小心一點 因為 不然的話 他會 很容易 就做錯了 做錯的話 當然你這個三米符的結骨 當然就會有問題 在這個地方 各位先試試看 三米符 三米符 謝謝 謝謝